隨緣啦 隨緣啦 你過分之後又更難了 所以隨緣吧 你都會有隨便跑嗎 會跑嗎 真的假的 我前妻是不是 選秀節目原子少年2 只將在6月進行錄製 17日舉辦記者會 除了導師Od 韓團iKone成員DK 也特別現身助陣 大家好 我是金董 大家好 我是DK從iKone 謝謝你今天來 那這一次也有一位選手 是非常全能的 是特別要來表演給等位老師看的 那麼歡迎 吳晨慶 那我帶來 Justin Bieber 的 Peaches 那我看到你 沒有任何觸碰 是你帶我來 然後我會正在這裡 到最後的時間 Od哥是不是今天第一次跟少年們見面啊 對 對他們的印象怎麼樣 每個人都很帥 然後而且是各種特色的那種帥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節目應該會相當精彩 光是在那個外型上面 我相信粉絲應該就會看得很開心 哦 일단 我相信 我們有很多朋友 然後 我相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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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這一屆有什麼時候 對 這一屆 厲害 啦 這一屆 哇 我真的是 他們已經進行了半年多了吧 嗯 今天我第一次看到他們 第一次哦 你看藏得很深哦 我這種 三哥家都沒有出現過 練武士也沒看到他們 我覺得特色感很足哦 因為 以前 上一屆的話 是大家實力很強 就是每個人都練好之後 然後 籌備了好了之後 然後就是在 一瞬間發揮 可是這次我還不知道他們 能怎樣 但是光是外型 就已經覺得讓我很驚艷了 我不見得會給他們 非常非常棒的一個 一盞明燈或什麼 但是我可以 呃 預先的判斷 他們能做什麼 對 還蠻好的 對 還蠻好的 你身邊有沒有 follow 試試 沒有 那你跟 比較分熟嗎 我從一年 那麼多年了 對 但是沒有私交啦 我覺得 作為一個家長的責任呢 就是 保護好自己的孩子 然後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然後其他的 真的我就不知道說什麼了 所以我知道這一行 很重要的事情是 首先你要做該做的事 然後再去做想做的事 這就是我們家的 呃 教育方針 你一定要有一個 呃 正當的職業 然後把演藝圈當成 一個興趣 因為在興趣當中 才會快樂 所以如果說 給爸爸一樣可以嗎 我沒剩多少了呢 我買跑車都買完了 這自己要加油 他們要上學了 好貴喔 對 不敢買了 對 現在身邊有 觀察中的對象 妳啊 妳是她單身嗎 妳的瀏海 妳的瀏海 沒事都好好看 我們等一下私聊 小孩子已經就夠忙了 對不對 隨緣啦 隨緣啦 過分之後又更難了 所以隨緣吧 你們都會有學長嗎 很好 真的假的 我們前妻就是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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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要表示我眼光好嗎 對啊 對啊